Hello,大家好,我是桂鱼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次的新货 有树叶,铜料的 其实前几年的视频呢,也给大家分享了 但是呢,没细节了给你们分享 铜料,两枚树叶 我和大家说了,这两枚树叶呢 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 颜色和种水都比较不错 总好,色辣 但是呢,它唯一的缺点呢 是属于那种颜色比较花花 和这枚绿树豆的不一样 这枚绿树豆呢,它是满绿的 但是呢,价位够的多就多 如果呢,这枚树叶呢 有想这个,这个满绿的这个颜色呢 价位肯定是六位树 那是肯定不用考虑的 我今天和大家讲一下,就是买绿的 六位树以下的东西都比较薄 如果说你要想买 饱满的,色好的,总好的 那肯定你的预算要往上提一提 你如果说 我想买个五位树的 还想要总色好的 你就不能要求有厚度 要不你就买那种 厚度有,总不行的,有色的 只能选一样 你不能都要选 都要选肯定是买不出来的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细节 这个辅豆呢,就是属于冰种了 颜色特别的均匀 而且色特别辣 种也很好的,冰种的 好,但是达不到玻璃种 玻璃种价格就很高了 这个树叶呢,总很好的 像这样的树叶呢 你不会说翡翠成坠边种的现象 但是呢,它是非常的薄的 包括福豆也很薄 这满枚树叶呢,是铜料 我们自己拿的螺丝 自己找镶嵌工厂加工的 镶嵌出来的 这两枚树叶呢 这个呢,价位我要叮得高一丢丢 这个叮的是3.98 这个叮的是4.8 为什么这个价位要高一点点呢 像这枚树叶,它这个地方有一点点棉 它这个棉呢,它这个满色没打到这个边上 而且这个呢,也大一丢丢 所以呢,我就给它价位要叮得高一丢丢 颜色非常的漂亮 特别辣 种也很好 冰种呢 种特别好 18K金和钻石豪华镶嵌的 它没有裂,没有纹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杂质 像这样的点呢,它也可以说是一个色根嘛 其实近距离你们看一下,很漂亮的 这枚小斧兜呢 没有毛病,就薄了点 总色都行,当然价位比较高 买绿色的东西呢,价位都很高 双身的效果呢,颜值值非常高的 因为它这一点点发花呢,不影响它的颜值 非常的好看 像这么薄的翡翠呢 大家拿在手上的时候呢 拿手呢,不能千万这么捏哈 最好是捏到这个筋的位置 尤其是像你这样开杆的时候 开杆打开 按的时候呢,被按在这个翡翠上 应该又按在这个筋的这个位置,按一下 因为翡翠真的很薄,满绿的 不是我这个地方薄哈 你去任何地方买翡翠,满绿的 冰种的这种翡翠 它都是很薄的,除非你价位特别高 比方说你买个树叶,八个二三十万 那它价位肯定,那它的厚度肯定要厚一点点 现在呢,解养切的撩子都非常薄 是整个这个趋司所决定的 不是我们家决定的哈 不是我们家买的石头自己开的撩子 如果说我这两个翡翠树叶呢 我不切开,就一块料子买 买八万,你能不能接受吗 是不是肯定接受不了,对不对 因为它四十块发花 完了,价位还这么高 其实两个放在一起也没觉得有多厚 好,那今天呢,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贵云,继续点关注点赞 拜拜,明天见 拜拜,明天见